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2年5月27日 已經是星期五 一年 幾天的 美股反彈 今天港股也升了600多點 但是 全世界的經濟 其實好像是肖肖地 出了一些衰退的風險 在星期一開幕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 在2022年的年會上 不少地方的政商界領袖 都在擔憂這個問題 就是全球經濟 面臨多重威脅 甚至乎 有些人說出現了一個 全球經濟衰退的風險 包括美國、英國和歐洲在內的主要經濟體 他們的通脹率達到30年以來最高水平 英國更加是40年以來最高 所以 我們昨天已經收到好消息 英國的財長 宣布 在今年的秋天 每個家庭就派400英鎊 電費補貼 我們交電費都交得很金 他交的補貼我們比沒有好 這次 在全世界 發達經濟體 發達經濟體 那麼高的通脹率 世界的 政經領袖 商界的人士匯奏在瑞士大育司 因為武漢肺炎 爆發舉行了兩年的虛擬會議 這次是第一次面對面 即是 意味著跟全世界說 疫症已經過去了 今天詳細跟大家說一下這件事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持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告給頻道 月費贊助 好了 物價的不斷上漲 已經削弱了消費者的信心 動搖了世界的金融市場 促使包括聯儲局在內的多國央行 要提高利率 與此同時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對石油和食品市場的影響 以及中國的武漢肺炎封鎖措施 也加劇了這種悲觀情緒 德國的副總理 哈貝克 在小組討論中就說 我們至少有四個 商戶的交織危機 首先 有高通脹的問題 第二是能源危機 第三 是量色騰困 我們有氣候危機等等 如果我們只是關注其中的東西 就沒有辦法解決其他問題了 哈貝克說 如果 有一個問題得不到解決 真真正正 我們陷入了一場影響巨大的全球衰退 動搖穩定局勢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表示 經濟面臨著 二戰以來最大的考驗 其實每一次都這樣說 IMF的總裁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我們面對著一系列的潛在災難 他警告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加劇了武漢肺炎的疫情影響 拖累了經濟復甦 並在食品和燃料價格飆升之際加劇了通脹 這是是的 因為俄羅斯 烏克蘭 烏克蘭就是糧食生產大國 俄羅斯也是糧食出口國 也是能源出口國 使燃料價格上升 通脹冬光的爆燈 上個月IMF在第二次 下調了全世界經濟增長預期的時候 就說 烏克蘭戰爭和通貨膨脹 是很多國家 要面對的現實危險 原定在星期二 達沃斯論壇發言的歐洲央行的行長 德拉吉 他就說 一篇文章中警告 經濟增長和通脹 是處於相反的道路 不斷上升的價格壓力 抑制了經濟活動 亦破壞了家庭的購買力 德拉吉就說 俄羅斯 侵入烏克蘭戰爭 很可能會成為超級全球發進程的一個轉折點 他補充 這個可能會導致供應鏈 在一段時間 在一段時間之內的效率下降 並在轉型期間成為經濟帶來更持久的成本壓力 不過德拉吉就承諾7月和9月會加息 這是歐洲央行 他們表示加息 其實 美元的升勢也受到阻礙 因為美元 美國聯儲局說 加息的部分可能會方緩 所以美元 金錢就沒有再上升了 即使 要壓制通脹 使得不斷上升的借貸成本 當然會拖累經濟增長 歐洲也感受到烏克蘭危機對經濟的拖累 但是美國正面臨最大的價格壓力 因為今年 美國消費者文價指數 由兩年前接近零水平 飆升到8.5% 這個是40年的新高 跟英國一樣 其實英國也很嚴重 東西很貴 本月 較早時 聯儲局決定22年來最大的加息幅度 主席鮑威爾就表示 至少在 未來的兩次會議上 聯儲局也會加息 甚至乎加兩個次 百分之五 我們 其實要研究 他們只是看了歐美的問題 他們 看漏了一個 中國的供應鏈問題 接下來 通脹會加劇的另一個原因 就是中國的文目清零政策 使得在大陸設廠的機構全部要離開 一時間 那些貨物供應是會出現短缺的 是會出現加價的 因為全世界的工廠 是暫一時間沒有辦法短期內取代 完全取代 中國工廠的生產 所以 在某程度上 這些地方生產速度追不上 所以 會使得價格進一步上升 當然 可能過半年或過一年之後 慢慢慢慢 由東南亞國家 南亞 孟加拉 然後到非洲國家尼日利亞等等 這些 不斷 接收 或者取代中國的工廠生產的貨品 而使得 全世界的 產品 價格可能就會見頂 就會回落 這件事 我們其實看最近 美國來說 他們也有專家說 其實經濟的 通脹壓力 開始有舒緩 開始有見頂跡象 而美股 也連升了幾天 可能 也覺得 經濟沒有上升那麼差 通脹 見頂回落 始終 最大的 問題其實是在俄羅斯 和中國身上 我們看看世界銀行 行長 早兩天 在美國的一個論壇 在美國的論壇上面就說 保護戰爭 很大機會 在全球增長 是會下跌的 而下跌幅度接近一個百分點 他們 表示經濟前景 不是很樂觀的 這個是世界銀行的行長 當然 主要就是供應鏈的持續中斷 以及通貨膨脹 他們現在最關心這件事 而能源價格急升也是一個問題的 最主要原因 他就說 一些大型經濟體 包括德國和美國 經濟已經出現放緩跡象 俄羅斯和烏克蘭也是一樣 他們的經濟會因 因為戰爭而急劇收縮 對於發展中國來說 其實情況應該是更加惡劣的 所以我們看到 新興市場的貨幣也大跌 他說德國 可以說是 今年的第一季 成功避過經濟衰退 成長 因為中共 病毒大流行 以及烏克戰爭 壓力很大 不過 德國可以避過 美國 其實最近也好像有一點改善 但是 高盛的分析資就認為 未來的兩年內 美國經濟衰退的可能性 是35% 35%也不算很高的 因為高盛的分析 根據現在的情況 因為美國主要受著能源格格的影響很大 因為美國是全世界的能源消費國 每個人都開車 每個人都需要用能源 尤其是石化的能源 其實 究竟全世界經濟會怎麼走向呢 我們會看看美國 最重要是美國 美國是做一個很大的指標 美國股市每個人都覺得會低 但是 在今年美國的 杜瓊先指數 跌到30,600 就好像出現了反彈 而且一升 連續升了幾天 我們看 現在的情況 也 大家知道 春光水聯合先知 他們預期 最壞的情況可能過去 所以 如果你是看美國的前景 未必可以看得很淡 但是這個世界經濟就不只是看美國的 我們是看中國 中國的情況相反 中國 現在仍然未走出陰謀 就是這個 武漢肺炎 所以 我們就這樣看美國的這個武漢肺炎 已經過去了 歐洲也全部過去了 所以他們經濟出現復甦 而大陸 就可以說 還未走出這個困境 所以 全世界經濟 不可以一刀切 要看不同的步伐 我們認為 世界發達的經濟體 美國 歐洲 英國等等 其實就已經復甦 那些反而 第三世界 包括中國 包括香港 都是未走出這個困境的 這節時間說到那麼多次